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智慧的增长 原文是这样的智慧 不是属世的智慧 而是属天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 怎么样能够得到呢 一个人如果与基督常有交通 住在基督里面 他就能够有基督的智慧 因为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一个人如果与基督常有交通 这样的智慧泉源 就是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会得到智慧 身量的增长 这是所有年岁成熟的身量的意思 神喜爱他的心增长 这是表示耶稣跟父神的属灵的关系 是不断地成长的 我们不难发现 耶稣与父神是时常有交通的 而人喜爱他的心的增长 当我们留心耶稣的一生时 我们能够更体会他在群体里面 关系上面的成熟 他因着爱与罪人和税吏在一起 他因着爱与弱势的妇女 还有小孩在一起 他因着爱帮助寻到的尼格迪姆 明白重生的真意 他因着爱在十字架上 向父神对定他的人求情 他因着爱挽回三次不认他的彼得 所以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 感谢观看